调整焦点部分来看到台北市长选战持续的发酵 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办公室宣布台北队长召集令 透过各区议员成立烂议的群组要来办市民见面会 在今天晚间要正式展开 而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这一头呢 月底则要举办城市博览会宣传政机 但如今却遭到蓝绿议员质疑 使用二倍金八千多万回避议会的监督 黄珊珊强调二倍金议员也可以监督 而巧的是黄珊珊的行程是在农田割道 上周六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在同一个场地收割 黄珊珊说自己绝对没有割道尾 大太阳下黄珊珊弯腰割下一大把水道 只是这场景却似曾相似 因为国民党对手立委蒋万安 上周六同样场景也来割道 到底谁割谁得到尾 这是我们3月24号我跟里长还有丹琪新员 我们一起种的 今天是来收成不是来割道尾 只是收成还有市政成绩 黄珊珊请辞时间点确定就在 月底城市博览会结束后 宛如自己毕业展 只是这回办在花博征验馆 原本闲前曾经编列350万元 要做市政八周年特辑 预算却遭到议会删除 北市府IP改用号称救命前的八千万二倍金 来办陈伯 却被质疑为了回避议会监督 去年的八月九月的时候 市长有去参观 相关的一些策展 然后也希望说能够用策展的方式 来展现台北市 那时候预算已经送出去了 没有办法 就大概就先用二倍金来致意 都是可以监督的 二倍金议会当然也可以监督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这头则打出空战结合入战 推出台北队长召集令 找来各区议员一同成立 赖群组还要狂办市民见面会 空战陆战齐发 所有的台北队员 大家一起集结 而陆战的部分 从今天晚上第一场的阿中见面会开始 蓝绿白兵首都白里侯各自出招 台北市长选战更加白乐化 这次我们讲黄尘博 廖信瑜 台北大